二零二零慕德杯全國企業羽球排名賽 即將於八月八號 在新莊體育館點燃戰火 今年主辦單位不只增設了一班個人賽 還特別邀請到台灣羽球一哥 周天成來拍攝宣傳照 希望號召各大企業的羽球同好 一同來共襄盛舉 最讓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他們 就是聘用體寶生吧 就是讓體育的這些 學體育的人有更多的一個機會 也是凝結了這些體育人 也有更多一個機會去互相去切除 我覺得這對社會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透過這麼好的運動選手的特質 然後能夠讓響應企業 能夠共同用我們的體育的學生 除了一般團體組的部分的話 我們又增加了一般的個人組 所以今年總共的參賽的選手的話 應該全部加起來 應該將近五百名的選手 至於好久不見的小天 不知拍起照來有模有樣 他還順道訪問了企業的附屬幼稚園 展現天成哥哥的親和力 而談起最近自己備戰的狀況 除了繼續精進羽球技術之外 他還接觸了另外一項新的訓練方式 最近也有去四大田徑隊 然後去跟蔡玉如教練學習一些田徑的跑步 然後就是做了不一樣的轉換 可以讓自己的腳的敏捷度跟爆發力 然後可以再做一些加強 就是最主要的東西就是把自己的東西先準備好 之後不管是什麼比賽都有辦法去應對 台灣一哥靠著一天一天的累積 來面對明年的東京奧運 而在那之前 周天成也會在8月8號的木得杯開幕站 舉辦球迷簽名會 喜歡小天的朋友可千萬別錯過囉 YTV新聞採訪報導